大家好,我是17期的学员,20期的关怀员贺秋燕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台秤的感受 在此之前,我对金钱的态度就是 第一,贵的东西我不买,就算我比较喜欢 因为我的性价比很高 第二,我需要钱,有钱我才有安全感 就是在这种我没有钱的状态下 师父突然跟我说你要去做个台秤 当时听到的一瞬间,我真的是有被吓到 心里想,开什么玩笑,这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也做不到 但是就是基于对师父的信任 还有我真的能感觉到我内心深处的灵魂 非常想要做这次祭祀 我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说,行吧 你要是真的给我显花了这个钱 那我就去做 你知道吗,就在我这个信念一出来的一瞬间 就是在我这个信念之前 我刚好看过我的支付宝里面 借被是能借三万块钱 等我这个信念一出来 前后不到半小时吧 等我再去看我的支付宝 他居然能借五万块钱 就这样 师父把我台秤的钱给我准备到位了 但是我心里还是很很慌张 这个借的钱不是要还吗 就是在这种高我和小我的自我矛盾中 我硬着头皮想 行吧,那我就坐这次台秤吧 就在我这个信念到来之后 那天晚上开始 我就连续三天晚上天天在做噩梦 每天做特别可怕的梦 我这个人平时是不做噩梦 然后还有在那一个的大 那个月的大半个月时间中 我都在一次次汇款退款 汇款退款的过程中 我就无限的陷入这种自我怀疑 自我指责的那种情绪当中 甚至到后面两个月 每次14号要还款了 然后师父主要 师父太调皮了 他每个月13号才给我闲花钱 知道吗 然后我就在10,11,12号那段期间 我就心里 My God,你是疯了吗 现在你去哪里还这个钱 就是这样 一直自我指责 自我怀疑 但是真的每到13号 师父就是给我显化了 那个我要还钱的钱 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开始已经体会到了 我做噩梦 我每天这样产生的自我怀疑 都是在消除我的一个 对金钱不圆满的一个根源上的业力模式 在消除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帮我消除 根源模式上的业力 然后经过了这几个月 我现在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感觉 明天是14号 我今天也不会慌张 因为我知道钱一定会到来 还有的话我就是我出去再也不会 有那种性价比 看到贵的东西 小心脏受不了的那种感觉了 我现在感觉对金钱的状态就是圆满的 我也就明白了 就是金钱是在你喜悦 喜爱它的过程中来到你身边 而不是你想要你恐慌的过程中 它是不会来到你身边的 所以身边跟我有一样金钱或者财富 别的方面不圆满的同修们 我可以建议你们就是去做祭祀 这个的话是消除业力非常的快 感谢大家能听我这么长的分享 然后希望在剩余的日子中 我们都可以活在尊胜富足的感觉当中 不要被内心的恐惧无力感占据 活在这种玛雅的世界当中 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能一直跟随尼达丹亚大师 获得真无缘满 谢谢大家